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趴在窗户上冷冷的看着这一切 而这个长发女人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家庭教师 转过天长发女人彻底的消失了 似乎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庄园 画面一转 花花的管家吴妈又给她找了一个家庭教师刘海妹 刘海妹刚刚大学毕业 她的母亲美姐原本是个很有才华的画家 但不知道为何得了精神病被送到了医院 刘海妹也只能是自立自强 接着来到了庄园 刘海妹不禁发出了赞叹 这里真的是太豪华了 花园泳池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一大片马场 不过这里却冷冰冰的 没有一丝人气 花园里到处都是破损的玩具 女管家吴妈和刘海妹介绍了家里的情况 这个庄园属于花花和小帅兄妹俩的 他们的父母去年出车祸去世了 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而信托公司委托管家吴妈 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而孩子们的教育就靠找来的家庭教师 不过前几任家庭教师都和孩子们相处的不好 连着换了好几个 不知道刘海妹能够坚持多久 从吴妈的话里可以看出她在撒谎 那么她到底在隐瞒什么呢 随后小帅冷冷的走出来 看了刘海妹一眼就离开了 花花倒是主动的走到了刘海妹的身边 表示友好 刘海妹觉得花花这个孩子很可爱 和她相处的也很愉快 但很快刘海妹就发现这个家的不同寻常 晚上她帮花花关窗户的时候 窗户上一张女人的鬼脸一闪而过 而这张脸就是影片一开始的那个女人 刘海妹以为自己眼花了 没有在意 然而这天的晚上 她从梦中惊醒 听到客厅传来了动静 走出去一听 似乎是一男一女在不可描述 但是从声音听起来 女的似乎是被迫的 正一感爆棚的刘海妹猛的推开了卧室 却发现卧室里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 刘海妹在收拾卧室的时候 发现了上一任家庭教师长发女留下的日记 其中记载的大部分是关于花花如何学习的 但在后面的几页 则记录着一个叫西里哥的驯马师 做的种种出格的事 比如经常带小帅去酒吧 经常讲粗话 把原本乖巧懂事的小帅也给带坏了 看得出来长发女对她很反感 也有一些恐惧 随后在吃午饭的时候 刘海妹向吴妈问这个西里哥现在在哪里 吴妈有些慌张的说道 西里哥和前任女教师乱搞 后来女教师走后 她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死掉了 吃完午饭 刘海妹正要回房间休息 忽然看到一个陌生人进入了小帅的房间 这里按道理就他们四个人 那会是谁呢 刘海妹好奇的跟了进去 却发现卧室里只有小帅一个人 小帅看刘海妹不请自来 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 刘海妹只好是没趣的离开了 这个小帅的性格确实很古怪 她喜欢养一些毒蛇毒蜘蛛之类的玩意儿 还喜欢虐待小动物 有一次花花惹火了她 小帅直接将花花的玩具扔在墙上摔得粉碎 刘海妹很奇怪 按照长发女人日记的记载 过去的小帅很乖 就算是青春期也不会变化如此之大呀 画面一转 当天的晚上刘海妹正要睡觉时 看到泳池里有一个白衣女人落水 她赶忙跑下去救人 却发现泳池里只是一个玩偶 上岸后才发现是小帅和花花的恶作剧 刘海妹训斥了他们后就回到浴室洗澡 偶然的往门口一瞟 发现有人在偷窥 赶忙就追了出去 但这个人却跑得很快不见了踪影 晚上小帅突然出现在了刘海妹的卧室 想要抚摸她的脸 刘海妹从梦中惊醒 小帅赶忙解释到有蜘蛛落在了她的脸上 刘海妹对此并没有在意 她认为这只不过是男孩的恶作剧罢了 谁知小帅竟然在离开前 突然亲了刘海妹一下 好小子这么小就这么有尿性 而刘海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了一跳 甚至晚上做起了噩梦 在梦中她被小帅殴打虐待 惊醒后的刘海妹再无睡意 刘海妹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些怪异的行为 而长发女教师的离开 是不是和小帅有关呢 充满疑惑的刘海妹继续翻看长发女人留下来的日记 发现犀利哥竟然会在长发女人睡着后 潜入她的房间偷拍她 而在日记本中就夹着一张长发女人睡着的照片 看到这一情节 刘海妹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不是和小帅的举动一模一样吗 而且日记里的犀利哥暴力的性格也和小帅很像 难道死去的犀利哥还在影响小帅 难道真的有鬼魂附体一说吗 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了马蹄的声音 刘海妹往窗口一看 发现竟然是小帅骑着马出来溜达 刘海妹不放心跟了出去 却发现此刻的小帅忽然变成了犀利哥的样子 刘海妹尖叫一声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个噩梦 但接着刘海妹就看到那个死去的长发女人 浑身湿漉漉的站在窗前向自己求救 刘海妹吓得又是一声尖叫 这次他终于醒了过来 原来是个梦中梦 几次噩梦把刘海妹折磨得非常的憔悴 给花花上课也无精打采 这时他看到花花画了一幅画 而画的内容非常的诡异 上面画的一个是自己 还有一个是那个长发女鬼 难道花花知道自己昨天晚上所做噩梦的内容吗 这时花花嚷着让刘海妹陪自己玩捉迷藏 正玩着的时候 刘海妹忽然看到小帅鬼鬼祟祟的来到了地下仓库 于是他也跟了过去 这里漆黑一片 刘海妹并没有看到小帅的身影 他打着手电筒往里面走去 忽然一个黑影闪过抢走了他的手电筒 吓得刘海妹赶紧就跑了出来 回到客厅一看 却发现小帅正和花花还有吴妈围着茶几吃点心 面对刘海妹的询问 吴妈疑惑的说 刚刚小帅一直和自己在一起 刘海妹惊恐的看向了玻璃窗的位置 居然是西里哥的鬼魂 他做了个闭嘴的手势 让刘海妹不要伸张 刘海妹是吓坏了 回到卧室冷静冷静 结果在镜子里又看到了长发女鬼 刘海妹又跑到了床上 床上也出现了鬼手 她无处躲藏 摊在地上不知所措 好在贴心的花花跑过来安慰她 陪着她度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刘海妹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闹鬼的庄园 却突然收到了母亲从医院给她寄来的画 这时 屋子里凭空出现了一排脚印 顺着脚印 刘海妹看到长发女鬼出现在了树林里 她也是顾不得害怕 赶紧蹬了过去 却不知道被谁一把拽下了水 在水里 她看到了已经高度腐烂的长发女人的尸体 刘海妹惊魂未定的爬上了岸 回到了住处 这时 她再次听到卧室里传来了男女不可描述的声音 刘海妹再次冲了进去 却依然没有人 但奇怪的是 这次声音并没有停止 刘海妹走到了床边 这时 她的眼前出现了幻境 看到了长发女人被西里哥奸杀的场景 然后尸体扔到了河里 接着幻境消失 西里哥突然出现 扑向了刘海妹 幸亏吴妈及时出现救了刘海妹 但吴妈也因为躲闪不及 坠下了楼 刘海妹赶紧找到了花花兄妹 接着她们上了车 赶紧逃离了庄园 然而画面一转回到了现实中 此刻 人处于刘海妹收到母亲画像的那一刻 她起身去找兄妹俩 却不小心弄坏了花花的玩具 就在这时 吴妈突然出现 她冷冷的说道 希望你没有遗传你妈妈的病 故事到这里居然就结束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确实是结束了 不过这个结局 还是挺耐人寻味的 究竟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 还是遗传母亲精神病的刘海妹的幻想 答案你来选择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感谢观看